I've got to make room for a cellmate woman like me I've got to make room for a cellmate woman like me 我是蒼蜜的日子 我是蒼蜜哥阿PIN and 今天我們要來 就是一個新系列著名的釣手的拋頭 講解說明 相信大家心裡都會有一個 自己崇拜的日本釣手 那蒼蜜哥其實 自己就是覺得有些日本釣手的拋頭真的是帥到爆 其實蒼蜜哥有研究了蠻多 非常著名日本釣手的拋頭方法 蒼蜜哥這個系列就是為了要跟大家講解 就是這個日本這些釣手的拋頭精髓 這個系列我們第一集 就主要是要介紹我們 就是春田雞王樣拋頭方法 常常可以看到我們春田雞大大 就是到處就是有舉辦他的Casting Seminar 就是他的拋頭教學的說明會 然後他就會教你怎麼使用快速的用 彈射的方法拋頭 那其實這個彈射的拋頭阿 算是就是我們所有就是進階拋頭的基礎 他利用彈射的方式 把他就是筆直的送出去 然後所以蒼蜜哥今天就來介紹給大家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囉 好啦那我們今天就來實際跟大家講解我們這個拋頭的精髓 那其實相信就是有蠻多朋友 在剛接觸小烏龜的時候是以小烏龜不要炒米粉為主 然後去做一些拋頭的手法跟動作的練習 那裝逼哥這個說明呢 他是會比較偏向你已經完全熟悉小烏龜性能 然後已經不太會炒粉 就是正常拋頭都不太會炒粉的朋友 然後裝逼哥是分享這個拋頭方式 那如果假如說你對小烏龜教條有任何一些問題的話 可以參考裝逼哥之前的影片 之前的影片有說明我裝逼哥各個卷 各個各家卷的系列大概是如何去教條他的煞車 然後網路上面有很多就是小烏龜的拋頭教學 看那個就好 那今天裝逼哥所要介紹的就是 前提就是你對小烏龜有基本的了解 然後拋頭普通的拋頭 就已經不會炒粉的前提下 然後所做的介紹 如果假如說對小烏龜的拋頭跟不太熟的話 那就可能就請大家再先練習一下小烏龜 那我們就開始說明 那我們利用彈射拋頭這個東西 大家首先要注意的一點就是 它並不是只是限於就是你一定要用彈射杆 就是我們所謂的吸流杆的彈射杆才能彈射 只要你杆子是波纖或者是碳纖 它本身有杆子的彈力的話 它其實就可以彈射 然後這個彈射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牽扯到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就是我們杆子的負重 那竿子的負重的意思呢 就是這隻竿子它所能吃到的耳重範圍 那相信如果有在追裝壁哥的話 就會看到裝壁哥其實常常在測試一隻吸流杆 是從幾顆丟到幾顆 然後看它的彎曲度 為什麼要做這個測試呢 就是看這隻竿子對這個耳重 它的彈力是否可以cover它 就是現在我們丟的耳重 然後去看它的曲度 去判斷說 那這個耳到底對這隻竿子的負擔 是太大還是太細 讓你有一些粗固的了解 所以裝壁哥拍片的時候 都會用不同的耳重去測試 竿子的彈性 那這個我們春田機的網樣拋頭 基本上來講就是要發揮 我們竿子彈力最大的效果的話 基本上的話 我們通常都會選大概二分之一左右 就比如說你竿子負重如果是七顆的話 我就會選到大概最多 就是可能是三點五到四顆左右的耳 因為如果超過這個浮重的話 它的竿子的彈力 有可能沒有辦法就是 hold住這個耳重 讓它用彈射出去的方式 所以基本上裝壁哥會挑 它大概在耳重一半左右的 就是耳重去做彈射 我們現在做的範例是一隻吸流竿 它叫吸劍 然後它是波纖竿 它的負重是一克到七克 然後所以裝壁哥選的耳重 是大概三克左右 那其實這個彈射是這個東西非常簡單 它像我們平常拋頭的時候 很多人拋頭是這樣 可能是用 rolling cast 就是會這樣劃一圈丟出去 劃一圈丟出去 那這個拋頭其實基本上 它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只是其實當你要要求準度的時候 你手部手腕的動作 其實會是越小越好 春天機它其實發展了一套系統 就是它主要是用肝子的彈射力 直接把耳彈出去 然後它的動作是會是非常小 只有手腕會動 基本上的話就是會像這樣子 大家看到了嗎 大家看到有什麼不一樣的嗎 相信大家可以看到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在我們做這個彈射拋頭的時候 其實它的耳是會直線飛出去的 那因為春天機之前就是在 年輕的時候就是以準度出名的 所以它其實發展的這套就是 可以讓你拋頭非常穩的系統 就是利用彈射的方式 我們大家先可以做一個非常簡單的練習 就是我們拿著竿子 然後只要做上下這樣 利用手腕的方式 做上下這樣的練習 然後去感受到耳的重量 用乾身感受到耳的重量 來我們這樣做這個練習 當你感受到這個重量的時候 你所要做的就是把板機打開 然後在我們竿子彎到最彎的那一剎螺 就是竿子到最彎那一剎螺的時候 順勢把耳丟出去就好 帶出去就好 就是這麼簡單 再一次喔 先做這樣的練習 然後竿子在最大 張力的時候 就把耳順順的帶出去 他的耳就會非常的筆直 飛出去 因為我們在拋頭的時候 我們是這樣 正面的話是這樣 我們沒有太多這樣的動作 所以相對的來講 你要把耳丟出去的時候 耳會是非常筆直的這樣射出去 我們要拋頭的時候喔 就是只要這樣動 只要這樣動 只要這樣動 然後等到你感覺到 上面有最大重量的時候 一口氣射出去 就可以了 非常的簡單 只要這樣動 感覺到最大量的時候 放出去就可以了 那其實我們這種拋頭 在你練順之後 第一個你就是 你可以發現你自己 丟耳的時候 他的耳會是直線的 比較不是像這樣 欸! 劃出去是這種拋物線的射出去 他會是比較用直射的方式 這樣彈出去的 他的彈道會是直射出去的 所以當你在落水的時候 你只要壓一下的話 他落水聲音其實就會變得很小聲 然後第二個就是 當你習慣 這種上下彈射的時候 上下上下 你只要把這個方向改成左右左右 左右左右 你就可以變得是 側手的拋頭 就像這樣 然後這個拋頭是用竿子 的彈力彈出去的 我們剛剛是這樣上下上下 然後現在把它改成左右左右 一樣感覺到最大重量的時候 把耳帶出去 然後我們最常用的 45度角拋頭 也是這樣 畫畫 邊畫邊 感覺到重量之後 丟出去 那其實裝備哥是沒有用太多力氣的 只是順順的 有點像是甩扇子 把那個力道甩出去而已 就是像這樣左右 左右之後 把耳送出去 用的力氣並不很大 那一樣 如果假如說我們是反手拋的話 也是這樣 感覺到 它的重量之後 彈出去 有點像這樣 然後 把耳推出去 當你感受到這個彈力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各個角度 你都可以很順利的拋頭 然後甚至就是大家最喜歡的 低彈爆拋頭 也是一樣 這樣畫 感覺到它的重量之後 推出去 它的耳就會以非常低彈道的拋頭過去 那像大家最喜歡的下手拋也是一樣 我們只要這樣 只是手要抬高一點 這樣感覺到 竿子最 最低的時候 最大力在loading在你的竿子上面的時候 把它這樣彈射出去就可以了 這樣 就是當你越來越知道 它這個 就是重心loading什麼時候彈出去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有很多比較 不同的彈射方法 就是你的動作會越來越小 越來越犀利 就不用在那邊畫畫畫畫畫 然後這樣射出去不用 你到時候就是 當你習慣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動作會越來越小 這樣彈射出去 可能有人會說 因為我拿這支吸流桿 所以很好彈 然後又短 但是實際上並不是這樣 就是 你不管拿什麼竿子都可以彈 我接下來就拿一支雷強竿彈給你看 好 然後我接下來換了竿子 是阿布的 Hornet Stinger Plus 的744XX BB 然後它最大負重可以到100多克 然後是大耳竿 然後我們用的耳帶是 30克的小鐵魚 然後這隻竿子 因為就像我裝畢哥講的 大概是在它100克的負重 一半左右大概是30克左右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它的竿子其實 算是蠻硬挺的 但是其實這個還是可以彈出去 我們一樣 感受到它的重量 只是真的比較重啦 感受到它的重量之後 感受到它重量之後 彈出去 然後這個大家一定要練好 因為這個接下來會跟 我們所有的花式拋頭 不是 所有的著名釣手拋頭都有關 然後像我們這種重桿子的話 因為太重了 所以我們另外一隻手 會在下面輔助 幫忙拉桿子 因為有時候單手 碰到這種重額真的是不夠力 側拋頭 然後都不是像我們那樣就是 要這樣直接畫出去 我們都沒有這樣要畫出去 我們都是 只是讓它用甘子的彈力 這樣彈出去 也是 甘子的彈性 彈出去 所以其實我們的畫的弧度會非常的小 然後但是甘子 它前面loading的就會非常大 那當你會用甘子 就是去彈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其實每一隻甘子 你就開始可以漸漸意識到 每隻甘子 它的個性是有什麼不一樣 有些是彈力很強 有些是彈力比較 要吹到比較裡面 就是它彈力的部分會不太一樣 然後你就會感覺到 甘子的個性不一樣 看這個下拋頭其實也可以 只要用這個甘子的力道把它彈出去 然後不只有短甘可以這樣彈射 我現在拿接近8尺710 就是我這隻Xpand 710 Fishman的 我一樣就是用這個甘子 還是一樣可以彈射 那這隻甘子的負重 我記得是 就是6到28克 所以裝備哥拿了大概10克左右的耳 然後彈射給大家看喔 然後我們要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樣的 上下 上下 抓到時間丟出去 就只是這樣而已 當然大家一開始練習的時候 那個耳可能會往上飛往下飛 都是有可能 但是大家只要抓到 就是你roll到最大的時候 勝手這樣甩出去就好 你就會發現 就是用這個甘子彈了之後 你抓到那個timing之後 你就會發現它的耳是筆直這樣射到水面上 再一次喔 然後我要加上另外一隻手幫忙推也可以 啊 彈射 所有都同理可證 45度角 彈射 低角度 然後甚至就是上下 然後上下 下上下上 彈射 那這樣的拋頭方法其實最省力了 因為其實你手部的動作越小 其實對你的手腕跟手臂的負擔就越小 那其實像你拿黑康或2500C那種比較重的捲 其實你拋頭一天也不太會有問題 因為其實你要動的地方真的不多 希望大家可以試試看 用這種彈力拋頭喔 好 那就結束我們的教學啦 欸我是喔 結束今天的教學啦 不知道大家對這種彈射的就是 拋頭有沒有更深刻的了解呢 那其實莊畢哥覺得這個彈射的拋頭啊 其實最難抓的就是你可能放耳的timing 因為你放耳的timing如果太快的話 那那個耳其實是會往上飛 那如果你放得太慢的話 他那個耳就會打水滅 所以如何抓到你就是 一個拋頭就是射出去的甜蜜點 他其實是需要一點時間練習 因為其實莊畢哥一開始練習的時候 不太懂耳重跟肝子的負重的關係 所以其實一開始的時候就是 為了要讓肝子彎到該彎的彎度 守了不少冤枉路 所以今天分享給大家就是讓大家知道 就是其實就是這種利用彈射的方式 他除了肝子本身重要之後 就是你選的耳重其實也是相對非常的重要 所以大家在嘗試的時候 記得就是看一下你自己的肝子負重 然後挑大概肝子負重一半左右的耳重 然後去拋頭看看 那就是當你可以彎到就是那種肝子的彈性之後 然後再去練習 去用什麼timing去把耳放出去 會讓耳飛得最順 然後射得最準 然後所以這大家可以練習看看 那我們就結束我們今天就是 春田姬的王樣拋頭的教學啦 那如果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請訂閱分享並開啟小鈴鐺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請在下面留言給我 看到會馬上回答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謝謝 請訂閱 但是 請問一下 很難便 工人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請問一下 小鈴鐺 對 有任何問題 明白 我們有任何問題 看法